糖尿病就像心口的一块石头,让我们久久不能放下 无论男女老少都已进入了谈糖色变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她的并发症 但追本溯源是一个道理 源头不得到解决,是不可能解决糖尿病问题的 就好比,水龙头流水,我们总不能搞换桶去接水 而是要把水龙头给关上 大众的认知还停留在血糖的表面,还需深入理解 对此根据福茶素调理糖尿病的大量事实 提出脂肪代谢异常引发血脂异常症,俗称高脂血症 从而导致浓稠血脂阻塞毛细血管 使组织及细观的微循环出现障碍 微循环障碍使毛细血管自律运动关闭 细胞对于葡萄糖利用率下降 最终导致微小血管病变,即出现糖尿病早期并发症 福茶素调理糖尿病激励福茶素是科技进步二等奖核心关键技术转化成果 是运用高纤微生物制药级技术 以茶叶为原料经过益生菌关突散毛菌发酵 俗称发花制成福茶后 用成熟的纯物理技术提取的功效化合物的结合 其主要组分有福茶素A和福茶素B 福茶素的功效是调理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症 福茶素调理糖尿病的关键原理是疏通人体微循环障碍 及修复胰岛素分泌的能力 中南大学乡亚医学院专家团队科研实验早期 一用福茶提取物去喂养大批小白兔实验 检测喂养前和喂养后 小白兔血腰中血脂的含量 早期二将之人群引用福茶提取物实验早期临床对象 选择40到60岁中间人是31人 平均年龄52.2岁 男性10人 女性21人试饮时间 42天再引用福茶素3个月左右 福茶素会通过治理未肠道失衡 且一味的微生物均循 来减少和纠正营养物质的吸收过多问题 减少肝脏的蓝料加工过剩问题 逐步解决血液循环系统中血脂 血糖异常升高的问题 这样就先稳定糖尿病的并发症 及糖尿病损伤的趋势 以便很好的调理糖尿病 也就是先把水龙头关上 这一步是为我们自身储能的开始所做的基本保证 当人体各组织不再过多的吸收营养物质的时候 就不会继续增加负担 就像伤口一样 我们活动越大越不容易好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物质能量 是否能输送到细胞或组织的问题了 而这就需要了解微循环 微循环指的是微动脉 与微静脉之间毛细血管中的血液循环 是循环系统中最基层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它包括微小动脉 微小静脉 微小毛细淋巴管和组织管道内的体液循环 主要功能是进行血液 组织液和组织细胞之间的物质交换 其物质交换方式包括扩散 推引几率过重吸收三种方式 上述我们提出相对理论 其行政医学证据 我们明白打通人体微循环障碍 使得我们自身充能是本质 而浮茶素可逐步优化 提升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HDLC 好胆固醇的含量 随HDLC好胆固醇的含量升高 而增强HDLC逆转越血管中 流动血液中的汁质垃圾 沉积在血管壁上面的汁质周恩斑坏 到肝脏代谢掉的能力 如此一来 就可以有效疏通微循环障碍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自愈能力 而开启自愈能力的关键 就是需要我们人体有充足的能量 给予细胞或组织 这样细胞就会开始修复和继续的复制 就可以有效激活 未损伤的组织细胞的再复制过程 新复制的细胞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并逐步形成功能健全的细胞群 而形成全新的器官组织 经过不断的细胞复制和器官修复 就能够让损伤病变的器官恢复到正常状态 而达到这个时期 糖尿病就可以逐步逆转调理好 糖尿病虽然是一种代谢性慢病 有许多未知还无法理解 但除了等待还需努力学习 浮茶素的应运而生 目前还被不被广大人群所认可 但不代表浮茶素客观存在的事实 放下疲惫的心 去了解可能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奇迹 需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高薪科技的发展 就好像十年前互联网和现在相比 也可以说是傻话 而多帮助一位亲友 摆脱三高慢性病困扰 是我们浮茶素人的初心 困难总会有 但还是要硬着头皮继续向前 我们一起努力 用智慧和膳食的力量战胜糖尿病 许多网友还不会使用商家功能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